吓唤我们金豆鬼 鸣鸣鸣 鸣鸣鸣 金豆掉了三大杯 天亮碰倒衣服架 衣帽掉了一大堆 四个脑袋三条腿 看着我 潘月 看着我 没事 没事 看着我 看着我 是 是 是呼吸 没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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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 你刚才真吓死我了 刚刚 是你陪着我 你肯定除了我 还有别人吗 多谢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 他还有儿时的性命 看来这些年 他过得也不尽容任意 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 我们赶紧出去吧 有人来了 快藏起来 走 出来吧 走 你是不是饿极了 我今天给你带的 都是你最喜欢吃的 好 珊儿 给你爹认个错吧 你终究是他的孩子 只要你愿意认错 你相信娘 你爹他一定会心软的 珊儿 好 夫人 你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 快 快跟我走 我要在这儿陪着珊儿 上夜五年前就离开这儿了 我们快走吧 走 珊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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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来这儿关的是顾珊儿 她没死 顾珊逃走了 这世上还有第二个人 活用薛剑 看来封夫人说的 顾佣是凶手 指的是她要杀自己的 亲生儿子 可是虎毒不食子 这个顾珊到底做了什么 顾佣要这样惩罚她 世上往往最极致的残忍 都是以亲情的命 以施加的 嗯 五年前 登辉案第一次案发 顾珊很有嫌疑 可是顾佣为什么撒谎呢 她之所以掩盖顾珊儿 还活着的消息 或许是 与水博文的令牌有关 此地不宜久留 先出去再说 好 嗯 嗯 锁了 这个味道 看来顾佣不想让我们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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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华恩市场 你不是上官司 不太好 不太好 这里啊 我觉得她脸也再可爱一点 那是什么 就给你们有一个顺目相对的 啊 我我我OK 上文贼 清醒一点 看着我 我找你 客户处的 费者 更疲惫 我想找到 找 保护主 不是老子 哼 救救我救救我 嘿 上文贼 上文贼你清醒一点 对 很硬接啊 他还是挺个眼睛 他就把人在那儿主动了 这一集有 手拔开的时候 你们支持小文贼眼睛也可以 好 把你往前转一会 这是给你的 宁愿多加些风暖 上官只是在我线下当差 现在还不是你了 因为我的少多人 我相信我终有一日 精诚所至 精神没差 只要定会发现 到底谁才是真的最好 潘大人 这么老实动重 心怕我把他崴头 不咋了 你就先回去吧 那你早点休息 得我 这个 20代代女位的借有了 这 pain 这次 刚才 Pak Lee 看等到 可以往后来 后面这里是空的 可以往后点点 但是我怎么点 1 2 3 走 我吃都看 人来了 上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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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什么 你做什么 手 看我看 杀麾 是什么 杀麾 这个什么 手 对 你小心点 对 你小心点 对 你小心点 对 我没站过 对 我就在给你站过 对 我就在给你站过 对 别松 哎 能不能换个大老爷们 应该个大老爷们是不是 我大老爷们我一揉她都飞了 我两个时候抓着你 我可能还能在你身上十分近 对 你小心点